哈囉 我是Wen 今天要跟各位帶來的開箱是 最近很火紅的中華花生豆奶 和胖老爹雞腿造型養育球 到底原本很好吃的東西 改變了形態 會不會跟本體有87%相呢?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在吃這兩樣之前呢 我還有去買了他們兩樣的本體回來 我買了中華豆花花生風味 跟胖老爹的雞腿 那我們就先來吃中華花生豆花吧 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那我們就打開 這個我從小吃到大非常好吃 一入口就充滿了花生的香味 再加上它的豆花是入口即化 真的非常好吃 如果還沒吃過的朋友趕快去吃吃看這個中華豆花 那我們就準備來試喝它的飲料 到底有沒有跟它的豆花一樣好喝呢 中華花生豆奶目前只有在全家賭家販售喔 那就先來看一下外觀的部分吧 其實是跟豆花一樣 只是它添加了黃豆進去 所以說跟豆花只是差別有一個豆的味道而已嗎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嗯 味道是跟豆花一樣的 準備來試喝我的第一口 我覺得跟本體真的是蠻像的 就是多了一個黃豆的香味 但是它的甜度不會像豆花一樣這麼的飽滿 稍微比較清爽一點 可是我喝完我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呃這個是米漿嗎 所以如果兩個要我選的話 我一定會選中華豆花 但是還沒有喝過的朋友可以去嘗一下 接著我們來吃第二樣胖老爹的雞腿 其實我有陣子已經沒有吃胖老爹 自從它漲價之後我覺得味道沒什麼變 就是皮脆肉甜 但是含油量有一點高 但因為本身我是一個油雞不愛吃炸的 對我來說它是一個好吃的炸雞啦 所以收訂以後就可以吃餅乾代替炸雞囉 再講一下這個餅乾吧 超大包的 你看超大 那它目前只有在加勒服獨家販售 那我那時候去買的時候是109元 看一下餅乾的外型 那它就是由卡茲跟胖老爹聯名出的一款餅乾 那上面就有胖老爹的logo 美式炸雞的口味 那背面呢它有寫說 本設計由胖老爹正式授權使用 那我們就準備打開 完全沒有炸雞的味道 餅乾的大小是這樣 它是做一個雞腿造型的 好那我現在就要吃吃看囉 我覺得不行 簡單來說呢它就是很一般的洋芋片 然後你們如果有吃過科學麵的話 就知道它的那個粉很像 科學麵裡面附的那個 胡椒粉 所以非常的普通 非常不推薦 中華花生豆奶花還會推薦你去喝一下 但是胖老爹的餅乾真的不用去吃 花這109塊我還不如去買個它的1號餐2號餐去吃 好那東西都試吃完了 那我們就先來做個總結吧 中華豆花花生分外我推薦1到10分我推薦是9分 中華花生豆奶我推薦的分數是6分 那胖老爹的雞腿我推薦的分數是8分 那胖老爹的餅乾呢我推薦的分數是2分 那如果你吃過這幾樣食物 或者你想要推薦什麼食物給我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都會看 那最後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點個喜歡 那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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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掰掰